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 1997年12月16日晚 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当时有数十万日本小朋友 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口袋妖怪》 到6点51分的时候 电视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明亮的多彩的爆炸 孩子们立即开始感到强烈的恶心 有些孩子开始呕吐 有些孩子癫痫病发作 有些孩子直接就昏倒了 不省人事 被吓坏的父母打爆了日本各地的急救电话 超过600名儿童被送往急诊室 《口袋妖怪》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够让这么多儿童进医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神经科专家开始介入调查 他们找到电视台的节目素材 一帧一帧地回看 还真的让他们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在第一次爆炸的时候 剪辑人员每隔0.1秒 加入了白黑白三个画面 第二次爆炸 每隔0.03秒加入了白红白红黑五个画面 然后是红蓝红蓝红 在4秒钟内一共闪了100次 脑神经专家认为 这些光引发了强烈的光刺激 正是这种刺激触发了一种罕见的疾病 叫做光明性癫痫 这种病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 专家认为 很可能是闪烁的光影响了脑电波 造成大脑中的神经元无法发射 他们确认了最危险的闪烁光频率 在15到20赫兹之间 也就是说 口袋妖怪事件实际上是光闪与脑电波同步的现象 同步是一种宇宙中普遍存在的神秘现象 有关人类研究同步的风势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时间要回溯到1665年2月 荷兰物理学家惠庚斯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 他记载了一个让他无法理解的现象 惠庚斯在十年前发明了百中 为了研究百中的性质 他总是把两座百中放在房间里 他惊讶地发现 只要百中的距离不太远 这两座百中总是会同步 无论他怎样改变百中的初始位置 最多半个小时 钟摆最终会同步 惠庚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发现无生命的同步现象 同步是一种让人着迷的现象 很多人都做过同步的实验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节拍器 日本东京理科大学 使用了100个节拍器做实验 在两分半钟以内 所有的节拍器都完全形成了同步 100个节拍器整齐划一 称得上颇为壮观 还有更壮观的同步 时间来到1940年11月7日 美国塔克马市的跨海吊桥 刚刚通车四个月 人们的兴奋劲还没有过去 大桥就发生了诡异的摆动现象 多亏了这些珍贵的老胶片 让我们可以再次目睹 这个恐怖的世界 到中午的时候 桥身开始了巨大的浮动 就像是被风吹起的窗帘 从正面看又像是左拧右拧的麻花 当时在桥上还有一辆车 司机已经没有办法把车开过大桥了 他只能下车自己走了回来 从视频上看 这个人还显得很震天 走回桥边的时候 他回头看了眼他的爱车 一眼即成了永别 几分钟后 塔克马吊桥分崩离析 轰然倒塌 这座用钢筋水泥造成的大桥 为什么会倒塌呢 美国空气动力学家西奥多冯·卡门 第一个科学地解释了这个现象 当流体经过阻流体下游的时候 会产生两道非对称排列的漩涡 称为卡门窝阶 通过电脑动画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卡门窝阶的形状 这种交替的涡流 会使阻流体发生震动 当震动锁频以后 大桥就会产生自机震动 震动的频率与流体的速度 成正比的关系 当震幅超过极限的时候 大桥就会倒塌 所以本质上 大桥的倒塌是一种同步现象 除了无生命同步 自然界里还有很多生命同步的现象 比如说 萤火虫同步闪光 这个现象就很神奇 萤火虫里肯定不存在着一位指挥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成千上万只萤火虫一起发光呢 还有我在节目里多次介绍过的 欧两鸟的飞行 大群的欧两鸟也不会有指挥官 这些鸟可以飞出千姿百态 非常复杂的流线性的结构 但是没有任何一只鸟会撞在一起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虽然生物学家 物理学家给出了很多种解释 但是没有一种解释 能够解开谜团 我们刚才介绍的 都是地球上产生的同步现象 其实在宇宙中 同步现象也无时无刻不再发生 比如地球与月球的潮汐锁定 地球的引力导致了月球的潮汐变形 潮汐力逐渐让月球的自转周期 与公转周期一致 所以月球始终一面都朝向地球 潮汐锁定是一种同步现象 还有一种叫做轨道共振 最有意思的就是海王星与冥王星的轨道 这两颗行星的轨道居然有交叉 冥王星有时比海王星离太阳更近 为什么它们没有相撞呢 因为它们的轨道周期 形成了三比二的共振关系 也就是冥王星绕太阳转两圈 正好海王星绕太阳转三圈 正是这种共振现象 让海王星与冥王星保持了稳定 所以它们不会相撞 但这并不是一个长久的稳定的关系 太阳系里还有很多的大天体 这些天体的引力 会一点一点破坏海王星与冥王星的稳定 科学家估算 最多几百万年的时间 冥王星就会打破共振 到时候也许会在太阳系内 产生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碰撞 上面讲的这些情况 钟摆现象 节拍器同步 大桥倒塌 萤火虫闪光 欧两脚飞行 地月潮汐锁定 行星轨道共振 这些都属于同步现象 小到萤火虫 大到太阳系 这说明同步现象与智能 生命 甚至是自然选择 没有一点关系 同步由我们迄今为止 仍不清楚的内在原因 时间来到1975年 35岁的日本物理学家 藏本游记 发表了一篇 只有两页纸的论文 这就是被誉为神来之笔的 藏本模型 就是下面这个公式 藏本模型可以用来计算 复杂系统的群体 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同步 咱们以萤火虫闪光来举例 每一只萤火虫都称为一个阵子 萤火虫之间相互影响的强度 称为偶合强度 正全函数代表不同阵子 发出信号 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藏本模型非常了不起 这个公式可以预测阵子的位置 随时间的演化 能不能出现同步的行为 所以我总是觉得数学 是最了不起的学科 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虽然我们不理解 同步的本质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藏本模型 来计算同步现象 这跟外游引力公式是一样的 我们不了解引力的本质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公式来计算 怎样让飞行器到达月球 藏本模型充满了对世界的深刻洞见 这个公式里最有意思的是正全函数 我们在初中都学过 它描述的是正全波 正全波可以描述周期性的现象 和震荡的特性 藏本模型为什么应用的范围这么广 这么好用 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正全函数揭示了阵子之间的作用 其实是靠波在联系 波是什么呢 波是能量或信息传播的方式 也就是说 大自然千奇百怪的同步现象 也许依赖着波的传递 比如说钟摆现象 节拍器同步 大桥倒塌 是依靠机械波传递信息 萤火虫闪光 欧两鸟飞行 是依靠光波 声波 电磁波传递信息 地月潮汐锁定 行星轨道共振 是依靠引力波传递信息 虽然我们并不了解同步现象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但是让成千上万个个体 产生一致的行为 一定需要中间戒指传递信息 这种戒指有可能就是波 我们聊了这么多 其实聊的都是表象 同步是一个复杂而深邃的问题 它肯定源于一种 更深刻的万物之源 如果想了解同步的秘密 我们就不能单单只思考宏观世界 也许要在微观世界里 才能找到同步的真正原因 时间要再次回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 苏联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 发现当氦气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 也就是约2.17开 负的270.98摄氏度的时候 氦气会发生巷变 成为液态 也就是气体变成了液体 像水一样 这是人类首次发现超流体 卡皮查发现超流体的性质太古怪了 它是零年星的 比如说把它放在杯子里 用茶勺搅拌一下 它会永远地转 不会停下来 因为它没有粘制阻地 它会从烧杯底部 极为微小的毛细缝里 全部的流出去 得声明一下 这个烧杯没有任何的问题 把它拿到常温的环境下去盛水 水绝对不会漏下来 超流体在流动时 没有任何的能量损耗 这意味着它可以持续地流动 也不会消耗能量 超流体自己还会爬坡 它会从玻璃敏的边缘爬上去 然后聚集在底部 再一滴一滴地掉落回去 超流体为什么会表现得这么怪异呢 三年后的1941年 苏联物理学家朗道 使用量子理论解释了超流体的现象 超流体之所以怪异 是因为这是绝无仅有的 能在宏观世界里看到的量子效应 这种解释太震撼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神秘的现象 我们要简单地介绍一下量子效应 在量子世界中 我们将粒子的行为描述为波函数 为什么是函数呢 因为我们无法同时确定 粒子的速度和位置 如果我们试图测量的话 得到的是概率 一个粒子的波函数分量 就像是两头变系的正弦波 曲线上的任意一点 代表粒子在这个位置上的概率 现在我们想象两个粒子一起运动 如果它们的波函数是对称的 当它们处于相同量子态的时候 波峰与波谷就会对齐 波就会产生叠加 但如果波函数是相反的 当它们处于相同量子态的时候 一个波峰会与另一个波谷对齐 重叠的波函数会使波抵消掉 这和海浪的道理是一样的 波峰叠加时就会产生更大的海浪 波色子允许粒子相互叠加 这是波色子的特性 当温度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氦四原子就相互叠加 它们变成了一个整体 粒子的个性都没有了 而是融合成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物质 它既不是固体也不是液体 而是一种新物质 就是超流体 超流体的本质是成百上千亿的原子 表现为一个原子的形态 这种形态就称为波色爱因斯坦凝聚态 科学家们称这种现象为原子的合唱 原子的合唱又是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量子世界的同步现象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你刚才不是说同步可能是以波在传递信息吗 现在所有的粒子都显示出一个粒子的属性 那还需要波传递信息吗 这样看就不需要了 因为粒子本身就表现为波的形式 它们可以相互作用 共享量子信息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 其实都是在讲同步的表象 同步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现在还没有科学家能够解释 但是无论是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 再到星系的形成 同步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宇宙中的神秘现象 也希望科学家能够尽早地解开同步之谜 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在节目的最后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更加神奇的理论 有的科学家认为 同步有可能是大脑思维产生的原因 同步怎么又和思维撤上关系了呢 就像节目开头讲的故事 口袋妖怪引发了那么多小朋友的癫痫病 说明周期性的信号会对大脑产生明显的影响 神经生物学家发现 人的认知行为与神经同步的短暂激增有关 想象一下 如果几十一个脑细胞精确地同步开闭 就像凝聚态中的原子一样 无数的电波在神经元中同步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个时候 想法或者知觉就出现了 也就是说 意识也许是脑电波同步的结果 如果没有原子的合唱 智慧就不会出现 我们可能与一块石头没有任何区别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